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贝多哥哥很忙 我不能走太远 要不阿贝多哥哥会担心的 可莉真是个贴心的好孩子 我哪里不贴心了 每次有好吃的史莱姆 我可是都有想着你的 这还差不多嘛 话说回来 既然来到了让可莉这么其他的地方 还不能出去玩的话 也太残忍了 对 对 就让万能的旅行主和可靠的派盟 打可莉游离到期吧 可莉 你想跟荣誉骑士哥哥一起出去玩吗 当然想 可莉 可莉毕竟是我们的火花骑士 你要保护好她 我的意思是 最好不要让可莉遇上麻烦 比如说 如果到期的某个山头少了一角 又或者城里发生了爆炸 可莉说不定就会遇上麻烦 那我就放心了 阿贝多哥哥 我会带好玩的东西回来给你的 嗯 我很期待 当期有好多有意思的地方 料亭啦 神兽啦 都很有特色 可莉想去哪里呢 嗯 料亭是什么地方 就是卖食物和饮品的地方 大概和蒙德的猎路人餐馆一样 餐馆 好耶 有点心可以吃 明白 那我们走吧 想着有好吃点心的地方 出发 哇 好香 这个冒热气的格子有香味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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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里面加了好多五颜六色的东西 很好看啊 那不是这个面 是兽骨拉面 哦 那 那个盘子里装的 黄黄红红的东西 又是什么呢 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嘛 那个是串串三味啦 那这个 这个黄色的小蛋糕呢 这是鸟蛋烧啊 很好吃的 你没吃过吗 哇 瘦骨拉面 串串三味 鸟蛋烧听起来好好吃 那当然 我看得出来你是外国来的 没吃过这些 我可以用零花钱请你吃一份鸟蛋烧 让你尝尝我们到期的好东西 真的吗 嗯 但是 秦团长说过 我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 而且那些都是你的零花钱吧 总感觉花小孩子的零花钱不太好 嗯 我认识你 你是小公姐姐的朋友 但是 你会做鸟蛋烧吗 对她来说 这种事不过是小菜一碟 你就给可莉和炎妇都做一份鸟蛋烧吧 这 真的吗 哎 好感动 你也成长了呀 那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鸟蛋烧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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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 嗯 嗯 嗯 那我看着到那个鸟蛋烧昭 TV 2 好 荣誉提示哥哥 鸟蛋烧是什么味道的 哇 真的做出来了 大哥哥真厉害 甜甜的 很好吃 真香 旅行者是最厉害的人 虽然鸟蛋烧很好吃 但我还是觉得 萧公姐姐厉害一点 萧公姐姐是谁呀 她也会做鸟蛋烧嘛 萧公姐姐什么都会 她会讲故事 养金鱼放烟花 还会分我们糖吃 萧公姐姐是世界上最厉害最好的人 在可莉心中 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最好的人 可莉认识的好人还有很多很多 有阿贝多哥哥 荣誉骑士哥哥 秦团长 塔亚哥哥 可莉该不会要把大家都数一遍吧 我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些人 但没关系 我可以把萧公姐姐介绍给你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找她玩 平常祭典的时候 萧公姐姐总是忙得找不到人 但这次祭典她不忙 可以跟我们玩 不过这几天 她好像不是很有精神 你来了 说不定萧公姐姐就会开心起来了 好 我们一起去找萧公姐姐玩 萧公姐姐 我又难过了 我 我讲开心的事情给你听 昨天我跟那个长脚的大哥哥斗虫 三军我全赢了 能赢一斗很不容易啊 松白 你是好样的 萧公姐姐 虽然荣采机上不可以放烟花 但祭典上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东西 谢谢你们 只是这几天城内浸燃烟花而已 其实我也没那么不开心了 萧公姐姐 我来了 我给你介绍新朋友 这是我遇到的外国女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可莉 我叫可莉 可莉 你好呀 我是萧公 是这家长野园烟花店的店长 嗯 你好 你的帽子和衣服都好可爱呀 上面的文样好特别 还有这个背包 哦 做工好精致 那是四叶草 妈妈和秦团长都说过 四叶草能带来幸运 这样吗 了不起 说不定大家都会喜欢的 哦 还有你背包上的这个小精灵 也好可爱呀 那个是嘟嘟可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经常一起去新洛湖炸鱼 哦 是叫嘟嘟可吗 这个名字也好有意思 我很喜欢 没错 每个嘟嘟可出生之后 就会乘着风出去冒险 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乘着风出去冒险吗 可莉的妈妈好浪漫呀 对 妈妈是最厉害 最好的人 小公姐姐 炎福说的没错 你也是很厉害 很好的人 我也感觉和可莉很合拍哦 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 这两个人一下就聊起来了 真是让人欣慰 既然可莉这么喜欢四叶草 我来做一个四叶草形状的烟花 放给可莉看 嗯 放完烟花 我们还可以和嘟嘟可 一起去榨鱼 等一下 榨鱼 不行呀 阿贝多特别嘱咐过我们的 我开心的忘乎所以 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射凤行的人特别叮嘱过我 荣采季期间 到期全境 禁止燃放烟花 不可以了吗 好吧 不对不对 认识新朋友是开心的事情 怎么突然又难过起来了 是啊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对对对 而且刚才彩香也说了 祭典上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东西 怎么样呢 可莉 说不定在荣采季上也能玩得很开心哦 好 可莉要去 谢谢 加快脚步 到了到了 这里就是荣采季的会场了 有各种各样的摊位哦 怎么样 看起来就很有趣吧 嗯 一帮人喧哗吕吹向金发武士的死亡之风 好长的名字 是没看过的新书哎 作者 草蓉依庆 小公姐姐 这个名字好奇怪哦 什么草蓉依庆 应该念毛契依庆 咳咳 这是本人的名字 一帮人喧哗吕是本人的系列新作 这本吹向金发武士的死亡之风 是系列的第一步 这个 一帮人吹 呃 的故事里面 会有好朋友吗 海亚哥哥说 好的故事里 主角都会有一个好朋友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那种俗套剧情 绝对不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 充满了背叛与血泪的 孤独而又没有尽头的 执着武士的求道之路 这才是值得被书写的故事 这 这样吗 我感觉这个故事可能不大适合可立 我 我们先去别处看看哈 哎 小姐别走啊 真的不能挨本看看吗 我 我可以给你打六折 我会给你打 Bom 飞蟹尔 黄女 夜 什么 蛤 是飞蟹儿姐姐的故事 那个字念座坛哦 可丽 你看过这本小说吗 没有看过 不过我知道飞仙儿姐姐的事 飞仙儿姐姐总是和奥兹在一起 冒险家协会的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 总是和嘟嘟可在一起 嘟嘟可 现在会不会绝对无聊呢 可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荣采记上有这么多艺然的刊物 确实非得小心火烛不可 哎呀 好像来逛荣采记 也没法让萧公和可丽开心起来 但就算不能放烟花 不能炸鱼 一定还有其他能和嘟嘟可一起做的事 比如 你的意思是 对啊 荣采记就是一个展示作品的场合 干脆像参展的大家一样 把嘟嘟可的故事展示出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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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意怎么样 阿贝多哥哥教过我画画 我知道怎么把嘟嘟可在到期的事画出来 很有想象力嘛 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最后我们还可以把画好的故事也拿到荣采记上展示 太好了 太好了 嘟嘟可一定会开心的 很好 那么可丽 我家店里有纸笔还有颜料 我们一起去店里把故事画出来吧 好耶 我们走 我们走 一旦有了盖劲 这两个人就跑得好快 我们快追上去吧 好想热梁子桥结一起参加积联 你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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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人 刚刚我和可丽商量了一下 决定 这个故事的内容 要先对你们保密 你就先别问为什么啦 最后你会明白的 我们在店里的时候 你可以先去荣采记上逛逛 过一会儿再来找我们好了 小公姐姐 我们快 快进去画画吧 我还以为能大家一起画呢 不甘心 我想到办法了 走 我们绕到窗户边去看看 嘟嘟可叨叨起来之后 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呃 嘟嘟可回去吃好吃的串串三味 树谷拉面 还有鸟蛋沙 哦 听起来真不错 这就是可丽莎画的内容吗 画得真好啊 画好之后 我们就拿去印刷吧 印上好多好多本 拿到荣彩界上分发 呃 不过印刷会要很多摩拉吧 得看看我平时存着的钱够不够 小公姐姐 可丽有摩拉 看 五十摩拉 不够吧 实在不够的话 就去找旅行者帮忙 想想办法吧 荣誉骑士哥哥也很辛苦的 可丽不想再给他添麻烦了 所以 还是让可丽去炸鱼装摩拉吧 炸鱼 不行吧 派门和旅行者提醒过我们的 哦 那没有办法了 只能去找阿贝多哥哥了 阿贝多哥哥是谁呢 阿贝多哥哥是我的哥哥 他非常非常聪明 什么事情都能做到 而且他还会画画 他会画 秋秋仁 凯亚哥哥 还有 都都可 他这次来到期就是给大家画画的 哦 那我猜 可丽的阿贝多哥哥 应该是和八重堂有合作的画师 画师 画画的老师 啊 原来阿贝多哥哥不仅是砂糖姐姐的老师 还是画画的老师 小空姐姐 我给你看 阿贝多哥哥教过我 都都可的颜色 可以这样图 真的很像哎 嗯 那我来画这边的街道 可丽来给都都可图颜色吧 嗯 这里还可以配上字 说明画的内容 嗯 那就这样写 嗯 呵呵 啊 后面就听不清了 嗯 呵呵 都都可在到期玩得真开心啊 这两个人好像真的和都都可出去玩了一样 高兴得不得了呢 接下来就该把都都可的故事一刷出来了 我们去委托八重堂吧 到了 这里就是八重堂了 八重堂的人 啊 有啦 红古阿姨 红古阿姨我认识 啊 阿姨 谁叫我阿姨 啊 是白鹅老师带着的那个小妹妹啊 小妹妹 你有什么事吗 红古阿姨 可不可以请你帮忙 把都都可的故事印出来给大家看呢 都都可 难道说小妹妹也在写小说 这是你故事的主人公吗 哎 不是的 不是的 都都可是真实存在的 这位 就是都都可 哎 听不明白了 还是由我们来和环古解释吧 哦 原来如此 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们达成愿望 但是 非常抱歉 荣采基个人作品的印刷委托 现在已经过了截止日期了 阿姨是说 都都可不能和大家见面了嘛 啊 对不起 小妹妹 哎 可莉 你别难过 还有我和旅行者呢 我们会想办法的 那个 荒谷小姐 这本书现在真的没办法了吗 我们可以加磨啦 如果你们印刷缺人手的话 我也可以帮忙 小公小姐 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不过这件事 没办法那么简单解决 因为这次我们帮忙印刷个人作品 许多书的印刷已经滞后了 最近印刷厂也正在赶工 这个时候实在是差不上单 怎么办 好像是真的没有办法啦 不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我记得小时候 老爹有一次说要带我去祭典 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忘记了 我等啊等啊 一直在想 老爹什么时候才能带我出去 出门 一直等到参加祭典的人 都陆陆续续回来 那天晚上我哭得非常伤心 直到今天 我还能记得那时候我有多难过 我不想让可莉也感受到这些 既然没有办法印刷 那我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努力 我会自己画 在这几天里 能画几本就画几本 然后 把他们带到荣彩记上 哎呀呀 小宫这股倔强劲儿 我还真是挺喜欢的呢 是神子 还有阿贝多 除了 具体的情况 我们都听到了 啊 很抱歉 八重大人 嗯 我知道 你也是按规矩办事 况且现在我们的印刷进度 确实不乐观 不过八重堂可是要带给人梦想和快乐的 如果连可爱女孩子的心愿都满足不了 就太说不过去了 让我想想 有了 萧公 小妹妹 你们想要印刷自己的作品也可以 只不过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可以吗 公司大人 代价什么的我有心理准备 您直说吧 哎呀呀 哪有这么恐怖 不要说得我好像是个老妖婆一样吗 我的意思是 现在想要印刷 恐怕只剩下一个办法 那就是跟其他印刷物拼板 不过因为版面上只剩下边角的空间 这本书的开本是放不下的 至少要缩到现在的一半 这样的牺牲 你们可以接受吗 可莉 公司大人说 如果我们的书缩小一半 就能印出来 你愿意吗 可莉愿意 谢谢公司大人大姐姐 这孩子真可爱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红骨 一定要赶上今天晚上那批 八重大人 那我现在就去办 那我现在就去办 拼板这个办法虽说可行 但还是会给印刷那边增加很多麻烦 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就把帮这个小小的忙当成是送给小可莉的见面礼吧 而且八重堂的下一批合作插话还要麻烦你呢 白恶老师 你把这当作我的投资也可以哦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妹 先走一步了 事件完美解决 接下来就等八重堂的好消息吧 小公小姐 旅行者 没想到这段时间 你们陪可莉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事 谢谢你们 这没什么了 嗯 我明白 毕竟可莉是我最重要的家人 好 建议 并且 事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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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 我 euch 我 这个 我 我的 我 我 我的 我的 骑士和贵族的礼仪一脉相承 只是前者脚踏实地 简化了梵文入节 加快脚步 如意骑士哥哥 快来看 黄谷阿姨把嘟嘟可的故事带来了 这下终于可以看到 可莉和夏宫藏起来的保密内容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了 是嘟嘟可和我 和我 还有你们一起经历的故事 我都不想公布 是吗 你不是什么 你不是想公布 我都不想公布 我都不想公布 连我也有分 这是我第一次被印在书上吧 我要出名啦 当然会连拍萌一起画上去的 这是嘟嘟可和我们大家一起的快乐经历啊 是我和肖公姐姐一起送给荣誉骑士哥哥的故事 八重大人让我转告二位 这本书因为是平板印刷 所以印量要比你们想象中大 我们可以不收印刷费 不过剩下的书会作为平板那本书的赠品 不知你们印下如何 这种事真的可以吗 即使我们愿意那本书的作者也 其实一起印刷的那本书叫做提瓦特游览指南 是妈妈的书 可莉的妈妈原来还会写书呀 可莉的母亲爱丽丝女士是提瓦特知名的冒险家 他创作的提瓦特游览指南现在就正要推出最新的道西篇 八重大人把宣传语都想好了 提瓦特最著名冒险家母女连妹登场 一定会打卖 哼 我就知道 玄子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真像是八重大人的风格 不过这不是挺好的吗 可莉也很开心 和妈妈的书摆在一起就好像是可莉和妈妈一起冒险了一样 对此劳赖绕采计真是太好了 来看看吧 请客位游客注意安全 老少嫌疑的童话会本 你过来看看吧 请在这边办理同人作品的单位申请 我很想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